各位P5大家好 今天這條Revision Video 我會和你進行Present Perfect Tense Present Perfect 余Sir 很久之前都和你講過 是解什麼的? 是解現在完成式 Perfect 這一句 直接是解完成的意思 聽住了 這件事可以是剛剛完成 也可以是已經 完成了一段時間 才會再講 格式大家都知道 has have past participle 過去分詞 如果你還未回顧過去分詞 麻煩你先回家和我溫屬 清楚嗎? 這是第一件事你需要和我做 第二件事 記住每次做Present Perfect 我們都要確保我們用的時間詞 對還是不對 那我先和你講完完成 會分剛剛和已經 對嗎? 那已經大家英文都知道了 是解是already 而剛剛就是just 記住當我們看到這兩隻字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用Present Perfect 那它有機會未完成 那我就會用yet這一隻字 我們先預先示範一次 I have already finished eating 我剛才可能是在吃東西 但我現在已經完成了吃東西這個部分 OK 好了 基本上 那個already 就是告訴你 那個situation 是怎樣的 OK 好了 那 除了already just 和yet之外 呢 Present Perfect 亦都會有機會 講一講一些 跟次數有關的東西 這就是你們P科學過的once twice 和three times OK 好了 我先在這裏示範一次先 I have read books three times 即是代表你這麼久以來 由以前到現在 都只看了書幾次 總共只看了書三次 那麼多 那 注意回到 他和我們以前學的 how often 有什麼分別呢 how often 通常是一個 period of time 還有多少次 也就是 once 或者twice 然後可能會給你個 week 或者month 他就會給你一個 時段 你去講回 你在那個月 或者那個年 或者那個日之內 做了多少次 某件事情 但是呢 Present Perfect 就是由之前到現在 究竟做了多少次 這樣解釋的 那麼 他問題模式 可能會問你這樣的 how many times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 或者他會用 ever 這一句 其他字 的 真的 heve you ever tri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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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沒有的話 他就可能會用 never 這一句 那Present Perfect除了我剛剛所講的這些東西之外 也有機會要講一下跟時間有關係 那這次Precisely有時間字了 就是for和since for記住是為了維持的意思 since是為了自從 那我們如何分辨這兩個呢?我們先看看 它是一定要講一些年份的 for這個很有趣的 它就會講一下有多少個年 有多少年,有多少月的 有個specific number 有個特定的數字給了你 這個你可以自己抹下來 可以說 I have tried it for 多久 是由以前到現在 你總共維持了多少年 這樣用法 那如果是since的話 那很有趣的 它就要講明是由什麼時候開始 可能是自從一個年份 可能是一個月份 甚至什麼季節 或者你小時候開始 可能是從一個年份 可能是可以的 兩者都一樣 是由以前到現在 開始計算的 OK since和for 你要小心 這兩個就用得 是用present perfect的 不要把它跟in和ago 因為in和ago 記住是past tense的 清楚了吧 present perfect這個 如常不講太多 因為基本上 這個是最煩的 其他理念上 你已經很熟悉的 麻煩你回家 如果你是未溫口動詞表的話 麻煩溫口動詞表 還有確保你是熟悉 每一個部分 那下一條片 一樣都是會跟你說present perfect的 但是如常會主要跟你說 你們有什麼common error 因為這條片主要是跟你說present perfect的用法 我想你自己注意用法 清不清楚 在此完成完了 再見